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耀耀 大家應該都知道 現在是個自媒體時代 是個言論自由的台灣 我最近真的收到很多訊息 不管從IG然後LINE 我朋友他們都說 我的影片下面有酸民 其實我Youtube下面沒什麼酸民 然後我好不容易帶到機會 抓到這個題材了 我就要拍 原因是因為我在 兩個禮拜前 我在Youtube發布了一個影片 叫做 南部8加9超經典用語 荒唐小劇場要搞笑 有要記得我最後有加要搞笑 所以這是一個搞笑的影片 聽說台灣打人秀下面有很多人 非常認真 覺得我在烏魯南部人 有一些言語上的攻擊 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事就是 攻擊回去 來吧 其實台灣打人秀還是有很多人聽我 只是IG的話炮火非常猛烈 來我們馬上來看第一個 有非常多留言 然後 第一則是說 為什麼那麼像Andy老師 每個都在說 他獲得了351個讚 好啦 像Andy老師也不錯 百萬Youtuber離我不遠了 有一個說 一個都沒聽過 然後 半白眼的表情 然後我們來看下面的網友怎麼說 誤會可大了 我完全沒聽過 可能是Gay才懂這個詞 Oh my God 他直接給我人身攻擊我 直接攻擊爆了 他人身攻擊我 他現在說我是Gay 而且 現在婚姻平權 所以Gay 存在在這個社會上 是沒有問題的吧 所以這個人就是 護家夢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耶 換下一個留言 下一個留言呢是 都這麼以偏概全的嗎 然後下面 Oh my God 他們下面在大戰耶 來我們馬上來看第一個喔 有人回覆 那個人說 所以你是8.9 然後又有一個人回覆說 所以你是在護航嗎 然後他就說 你是拍攝者嗎 怎麼到處留言 想刷存在感 我告訴你 妹妹 拍攝者在這裡啦 這裡啦 我沒有去跟你什麼護航啦 我不會再跟你護航 我現在拍影片直接嗆你 來 我們馬上點進去他的 他的個人資料裡面 Oh my God 他說起來 因為他怕我點進去看 他1997生的 妹妹 我覺得你化妝技術 還要這下橋 而且下面還比你漂亮很多 這邊我要補充一下喔 我一個男生還比你當女生漂亮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耶 下面就開始 大戰喔 一直大戰 大戰 一直大戰 什麼 有一個人 我就是看不懂他到底在幹嘛 有一個幫我護航的人 就是有一個 可能我的觀眾 在下面跟他 有的美的 我是不是8加9不重要 重點是我堂哥年輕的時候 就是大家口中的8加9 並且我已求證了他 他說從來沒用過 OK You know 懂 我也是求證過的喔 謝謝 所以護航的不要再重點 在8加9上了 某些南部8加9也感到很瞎 妹妹你可以去rap 講了一堆 然後下面他又說 思想奇怪的人就只會說幹話 我笑笑的看著你 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我求證過的事實 只能說沒臉沒皮的 用骯髒的思想說奇怪的話囉 什麼意思 妹妹我拍搞笑的影片而已啦 幹嘛要那麼認真啊 然後下面又有新的留言 這連高雄人看到都想打你 不好意思啦 我現在走在高雄路上很平安耶 然後我們馬上來看一下他裡面的樣子 你知道他裡面放什麼嗎 什麼 魅力的照片 我才想打你吧 現在的8加9真的是有點沒質感耶 怎麼辦 不要這樣出來嗆人啦 弟弟 雖然我知道現在是言論自由的社會 但你也沒必要把你自己的改成 個人部落客 沒有人會看好不好 改成個人部落客還200多追蹤 好啦我們馬上來看下一個留言 下面有一個說 到底在娘什麼 重點 娘什麼 我就娘 不然你想怎樣 超厲害 我很正耶 不知道我是辣妹嗎 有一個女生他在下面留言說 拜託不要出來秀下線 我看了多尷尬 所以他尷尬的把我的影片看完 很好 Good 認真沒聽過 而且國中只有BB Call 飆車時警察叫Dana之類的 阿姨 阿姨 什麼年代 什麼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BB Call啊 不好意思 太年輕 聽不懂BB Call是什麼 BB Call是 放在這裡他會BBB 是嗎 我真的聽不懂耶 阿姨 阿姨不要看我這個小朋友的YouTuber啦 還有一個男生說 想紅也不是這樣 怎樣 我真的想紅 要不然我怎麼會拍這個影片 我確實想紅 要講到我心聲耶 我真的好想紅喔 拜託 趕快多罵一點 我才能紅好不好 我們創作者很辛苦 每日每日剪影片 然後要被你們去雙皮罵 真的覺得我很累 真的好累耶 我不要怎麼做耶 我 真的是不要怎麼做 你們真的很過分 騙你們的 我根本就不在意你們這些酸民講三小 我撩就撩 我的世界 我決定 而且現在台灣是言論自由的社會 你們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跟韓粉一樣 好 那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然後 掰 那你咕嚕回來說結尾了 欸對 我好像要結尾 酸民講完藍 掰